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好 歡迎收看政策的投資 最近全球封奧運 尤其在台灣 OK 吳照李昂佩拿金牌那天 你有沒有手在電視機前面看 那個收視率狂飆 非常非常的熱 因為全台灣大家的心都揪在那個地方 那個每一個羽毛球掉在那個地方 你那个线都好像压在你的心上的感觉 有没有 好 但你知道全球风奥运 奥运非常非常非常热 现在是八月 八月天你知道有多热吗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件事 各位你知道他们在巴黎 他们选手村是没有冷气的 你一直说没有冷气怎么可能 真的 欧洲人听说传统上 一般住家不太有人气的 选手村都没有 所以可能大家有的人 可以的话去住大饭店吧 可能有的去买移动冷气吧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夏天真的太热 今年到目前为止 包括照政府统计一些数字来讲 不管是因为热中暑 热上很多像这一类的数字 比往年因此 然后就包括就医各方面 甚或产生汗制的都比钱多得多 那前几天非常遗憾 甚或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员 也是在自我训练过程当中 也很遗憾 那也发生了死亡的一些的结果 所以像这一些的事情 都提醒了大家 现在的天气跟以前真的不一样 你不要再拿以前 你在几十年前 十几年前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极端气候 所以那你要想怎么样应对 这个热还会一直往下持续吗 会持续到什么样时候 那温度只会越高 不会越低吗 如果真的碰到这些 不管你在户外或室内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 照顾自己的健康呢 你以为室内就一定不会中暑 你以为室内就一定比较安全吗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那从奥运热 天气热一直到 接下来要让你知道 是怎么样能让你平安健康 度过这一下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边第一位医药记者洪素卿 五哥好 大家好 嘉义科医师姚伟明 大家好 大家平安 资深领队Yvonne 五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活动主持Tank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来 素卿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 选手称 欧洲现在很热 我印象是我还看过新闻 他们那天热到 他们不是有喷水池吗 就有人跳到喷水池 而且很多人跳进去 但是选手称都没有装冷气 欧洲人不装冷气 欧洲人这几年渐渐有人装冷气 但这届奥运因为它要标榜 它是史上最绿能 排碳最少 它排碳只要是2016年的奥运的 二分之一 所以它因此没有装冷气 它装的叫做地冷系统 地冷系统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在有些国家有地暖 他们地暖是用那种 你地底下买管线 管子是热水流过去 那他们的地冷就是一样 他们是有管线 然后是冷水冷却水过去 这样屋子就凉了 这样屋子能凉吗 所以当然不够凉啊 因为一鼠一鼠凉 跟我装上一些排风扇 可能说这样加在一起 它或许能够达到冷却的效果 但是你看够不够冷呢 你只要看选手们的表现 就知道位置够不够冷的 一 据说有意大利选手 热到受不了 半夜去睡公园 因为可能已经找不到饭店了 先睡公园先 第二呢 接下来大家已经怕到 于是乎当地最开心的业者 就刚才五哥讲到 卖那种可以移动性的 那种冷气冷风扇的业者 大热卖 因为睡不了饭店 只要买这个 然后他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而且你知道他们最好笑的是 因为他们这一次 说要减能减碳 我记得最好笑的是 他们连床你记得都是用纸板 搭配那个喷射出来的 那个特殊的橡胶做的 对不对 然后本来说绝对无变形 就有一个是日本选手 坐下半夜 怎么我的床好像怪怪的 坏不然以为漏水 他的纸香塌 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但是光热这件事 你要想说 如果你只是睡觉 热没有关系 你在大热天的下面运动 真的会要命 因为他们都太热了 所以包括这一次 大家知道日本的滑板小将 都非常厉害 14岁就拿到全球的冠军了 这个滑板神童 他第一次接头滑板 就因为他中暑 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决赛 至少这一次还没有传出汗事 虽然有全级选手教练 猝死或干嘛 好像跟中暑没关 但是过去这几年来 陆续有这种比较重要的赛事 有选手 包括2020年 那种感染球选手 因为中暑 所以猝死 然后像之前 你记不记得印尼的 那个青少年杯的羽球赛 一个17岁的选手 一个大陆选手 也是大家都看到 眼睁睁本来要揭发球 突然间往前扑倒 后来就 急救半个东丑 没有再醒来 而台湾也有 台湾最近真的很热 所以大家不要自视 自己年轻体力好 觉得说 没有关系 天气热 我还是可以做运动 真的要注意身体 一个25岁的警员 他就是回家 然后想说 他要自主训练 所以大概下午1点多的时候 他就说跟家族的人说 他要出去运动一下 就旁边的国小超常跑 据说他5分钟跑了两圈 然后就突然倒了 倒了路人看到 赶快就要急救 这时候救去的时候 发现他的底温 超过38度多 然后急救了半个钟头 没有办法救回来 那不知道他是心因处此 还是说因为这个热衰竭 造成了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总之就是说 天气非常热 能不能运动 什么时候运动 大家真的要确定 你的身体状况是OK的 OK 你听到这个新闻 真的非常遗憾 一个年轻人25岁 姚医师25岁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 年轻人身体一定是健健康康 或各方面 他觉得这时候运动一下也还好 而且对自我要求高或怎么样 但你很想像跑两圈 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 胜过急救也没有办法挽回汗 所以这是告诉很多年轻人 即便你年轻 天气这个真的不是你能够对抗得了的 对 在高热环境之下运动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希望10点到下午3点之间 在外面有一些没有遮蔽性的活动 就是你直接阳光辐射热这样照下来 像刚才讲那个案例 基本上它是年轻的 可是它忽略一件事情 它去运动的时机跟它的环境 是属于一个高热的环境 除了辐射热伤害以外 它本身很容易造成自己 在一个高热环境之下 有可能会水分不足 有可能排汗功能不良 造成体温调节中枢产生一个高热的状况 所以它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它体温是属于温热型的 不是四肢冰冷脱水型的 这个中暑的机会就很高 在中暑的这个判断来讲 是属于医疗急症的里面的一个项目 并不是说像热衰竭或者是脱水 你只要稍微补充水分就回得来的 你要送到急诊室 而且要观察你的这个体温调节 是不是都能够稳定 才能够让你离开急诊 所以我们是呼吁大家 你在室外的活动 你一定要注意高热环境之下 你有没有做好防护 你的水分是不是充足 或者是身体有任何不适 或者是你本身身体 就已经有一些状况了 千万不要在高热高温的环境之下 去做运动 而且我们在中午出去的时候 可能不仅仅是你自己本身的状况 你要想到你周遭的所有的物件环境 都是被高热照射之下 你去摸一摸一摸一粒都很烫 所以有的人直接坐上机车店 然后这个皮肤就受伤了 烫伤 对 或者是你碰到金属的物件的时候 这个皮肤也是很容易就被刺痛 引起一个烫伤的反应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 这个抗热伤害或者是避暑 是你一定要考虑的环境 不要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尤其在高热环境之下的 强度很高的运动 OK 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尤其在中间 刚刚姚一讲的10点到3点之间 尽量避开这段期间 包括户外的运动类似像这些 那同时注意补充水分 或有电碱值 那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刚刚一开始讲 尤其在你跑到巴黎去看奥运 我去看奥运 但对刚回来 怎么样 那个地方热吗 应该是这样说 今年的奥运是比较特别 它不是像其他以前什么 里约奥运 东京奥运 它集中在一个城市 那法国因为今年 它希望全民参与 所以它把它的赛事分布在很多地方 就是巴黎有球场 北边的南特有球场 南边的波尔多就是有赛场 它就分很多 然后我是因为 半年前就买了那个足球室抢赛 那我是在波尔多看 那现在的欧洲 它因为9点10点才天黑 那所以就是说 它白天的温差很大 白天可能17度21度 但它中午太阳出来以后 会30多度 那30多度的话 就是你要看它的赛事 是在哪一场 如果它是从10点到下午5点 那个下午3点的时候 那个太阳都还照在我的额头上 你们没有觉得我来 我额头都发光吗 黑到发亮 所以那段时间就会非常的热 可是入夜之后呢 它又会变很凉 那假设你中间看很多场 其实你在冷热的交替之下 那个热是热到你内衣都会失掉 就是整个背包汗流浃背 可是一冷那个风又很冷 你就很容易在温差的状况下 就是可能中暑 或觉得感冒 热感冒 OK 刚才宇宝讲说 因为法国希望他们全民参与 所以在很多地方比赛 各位你知道最远的地方在哪吗 有一个法属叫大溪地 大溪地办冲浪比赛 然后选手村是什么呢 是一艘游轮 下次我要报名 那要冲浪冲得好 要先学冲浪 但是记住冲浪大部分都在很热的天气 要注意防暑 好不好 这一点非常重要 OK 你说运动员在运动场上 那另外还有一些的工作 比如像Tag 我们讲 有很多主持 我们每个都想要在屋里面 每个都想要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没有办法 有的主持就在户外 而且那时间万一拉长 我记得我有一次拍过一个广告 那是个服装的广告 各位你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吗 我在这里拍摄影机在那 然后导演在那 化妆师帮我补妆 刚补完 然后导演就OK 可以吧 OK 好来三个 黄教授 那谢律师额头上出汗了 马上在讲 我们光弄那碗页 就弄了不知道几个小时 因为你只要它一来一走开 然后那个汗就开始飙 因为非常热 那这个怎么办 如果真的在户外 那主持怎么办 那没办法 为了钱啊 这点很重要 为了钱你还是得这么做 是 那我那时候接着这一场活动 它是所谓的那种科技业的家庭日 那办的是运动会 所以这个运动会 他们就在国小租了一个操场 然后主要就是做一些 比如说什么拔河 两人三角 踩气球 田径 当天温度大概36度左右 我们大概从早上的九点开始 一路的这个赛事 这一次的赛事比较特别的是 我必须要在操场的中央 跟他们一起加油呐喊 喊完之后我还要公布成绩 公布成绩完之后 我还要讲下一个赛事的一个规则 好 当两队比完赛之后 稍微有点空档的时候 你想喝水 你又会想到一个问题是 这个厕所离我现在要主持的会场 其实有一点距离 我如果水喝多了 我想尿尿那该怎么办呢 不可能没有主持人嘛 也没有人可以来帮我嘛 所以干脆我就先忍住不喝 我总共早上从10点讲到12点半 其实我已经快不行了 都完全一滴水都没有喝 然后呢 36度的曝晒之下 重点是我们那天还有Jazz Co 我是扮超级马力 所以我是全身的那种后衣 然后戴一顶超级马力的帽子 然后我还要跳 因为Jazz Co 对 他就是要跳嘛 对 他就是要跳嘛 所以我就加油的时候 我还是得要做那些动作这样 我到了中午12点半 其实我真的已经快不行了 当时我已经是满脸通红 但是因为我的皮肤 属于比较黑的 所以其实主办单位 也并没有看出 我已经是满脸通红的那个样子 只跟我说你可以休息 中午我们有一个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你可以好好喝个水休息一下 我想说终于可以喝个水了 我坐下来之后呢 当时我已经觉得有点晕眩了 但是我想说可能是没有喝水的问题 所以我就喝了运动饮料 那因为真的太热了 所以我喝了一堆冰的运动饮料 我大概喝了一下子 大概喝了快2000cc 我想说终于可以喝个水了 我坐下来之后呢 当时我已经觉得有点晕眩了 但是我想说可能是没有喝水的问题 所以我就喝了运动饮料 那因为真的太热了 所以我喝了一堆冰的运动饮料 我大概喝了一下子 大概喝了快2000cc 一点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一样要提醒大家要防晒 要这个多喝水 然后身体不适的时候要赶快举手 不要逞强 好 又来到下午的赛事 下午坐坐坐又做完了 做完当下我已经觉得 我不是我了 做到几点 做到下午三点 那三点的时候要颁奖 对吧 我们又要颁奖 颁奖我那时候想说 怎么不在司令台呢 他们说就是要在台下比较清明 然后比较有那个氛围感 我说好 我记得到最后一组颁奖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我真的已经快不行 而且我头超级晕的 而且我有点想吐 我最后就说 得奖的是救护车 但是我讲救护车 这三个字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自觉的讲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快不行了 你要叫救护车 对 我觉得我要叫救护车了 所以我得奖的是救护车 然后所有人先笑成一团 他们以为我在做效果 但其实我不是在做效果 我是觉得我真的需要救护车了 所以我还是用我的方式 把他圆回来 但我那时候已经 其实已经有点站不稳了 然后旁边的长官 就稍微扶我一下 他说你还好吗 我说我们可以 就是我赶快搬完之后 我们就结束这样 他说好 OK 那我们就最后搬完 最后那个奖 搬完那个奖之后 我喊完明年箭的时候 我转身就吐了 然后我就吐在现场 然后所有人就紧张了一下 就真的说那救护车来吧 然后我就真的上了救护车 然后我就去医院了 然后那时候去医院之后 又休息了两个小时 那时候医生说 如果再晚一点过来 他说我是脱水 但我记得我中午的时候 其实补充蛮多水分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脱水 但他说我的那个 里面的那个调节机能的 那个温度有问题 所以导致我会晕眩想吐 然后那时候在医院 也躺了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OK 但小学师 可不可以帮Tag解释话 因为他喝了这么多水 那在过程当中 他已经觉得有点晕眩 后来你说 医生说你是脱水 对 为什么 他喝水的方式是错误的 我们喝水如果要让水分 能够正常的进入细胞 效率要好 就是说你的水分子 会进到你的体内细胞 不是过门不入的水 你要慢慢逐次多次的喝 也就是少量每次可能100cc 慢慢的5分钟10分钟 补充一点 它是一次几百cc超过500 可能1000 2000这样持续大杯的灌 这种灌水呢 水分子在那边排队 没有办法进到细胞 就形成这个排水 它就是台风的那个大雨 对 就算下来以后 都没有被泥土吸收到 就排走了 所以身体还是缺水的状况 有补水但是没有达到 真正补充到体内的效果 那再来它的工作时间 从10点到3点 这个辐射热直接造射的时间 它没有遮蔽 它的任何阴凉的环境遮蔽 它都没有做 所以变成说它处于一个高热 辐射造射的情况之下 它一定缺水 又没有正确的补充到水 所以一开始是热衰竭 也就是水量不足造成脱水的状况 等到热衰竭到一个程度以后 身体就告诉你说你的水不够了 你不能再排汗了 这个时候你的毛细孔不排汗 你的体温调节中枢 就会往上升 变成你的体温失控 就会变高温状态 所以那就变成热中暑 那就危险了 所以它送到医院是先脱水衰竭 再晚一点可能就要变热中暑 如果再晚一点 今天就是排位在那裡 不用说因为它那个是不得已工作 那有些人就属于自早 什么状况 比如说像我 刚才说十点到三点对不对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第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到巴黎的时候 然后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飞机到巴黎 那时候又是穷困 所以你一定想我每一天要尽量玩到 当然 当然就是全部都要玩到 因为穷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租的那个饭店一定是在最外圈 大家知道巴黎就是越外圈越便宜 我们大概到第十三区还是什么的 就已经很边边了 就还行 然后我们就在边边 所以我们每天出门 我们就要做什么 就要想 我今天要把哪里都玩到 比如说我要罗浮宫 杜勒利花园什么 旁壁路什么 我要从哪里走 所以我们是套炸的出去 然后一直走 一直走 然后第二天是在欧洲很 那时候很机车 水要浅 水很贵 房间的水打开 我后来就有聪明 我们第二天 不只房间的水带走 我们那个第二天 我们早上去那个饭店楼上吃 做自助餐 我们还自己做中午的三明治出来 没有补充一下欧洲的水打开 是可以生营的 这样冷水系统都是 包括厕所所有都是 都可以 对 然后就想说 所以也没有带太多水 然后就一直走 然后就是整天就是早上要出去 晚上才要回到饭店 然后那个时候 一直以为欧洲会很冷 就没有想到 我们去的那一年是热浪 欧洲年热浪死了很多人 然后就去了 然后就走走走走 昨天晚上我会进去 我好累的 我想说奇怪 我在台湾逛街 也是能逛的高手 为什么在欧洲这么不能逛 因为我觉得脚很酸不舒服 然后回到饭店之后 晚上那种迷迷糊糊 觉得说我身体的热 都散不掉你知道吗 然后觉得很疲累 然后就迷迷糊糊 去上厕所的时候 想说是我的灯光昏黄吗 不对啊 我的尿怎么是茶色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心里一惊 我想说完蛋了 我只有两个可能 因为自己每次医药新闻写太多 都会有一种 你也是知道 绿病症嘛 所以我都想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感染的感觉 我应该不是今天没有吃东西 应该不是A肝 A肝应该不会这么快 我应该不是猛爆型肝炎 那难道我是恒文金融解吗 其实有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推测我自己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中暑了 然后其实又走那么多路 然后喝太小水 所以后来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我如果在巴黎 可是我去急诊很贵 很贵 但我现在感觉好像还不算急诊 应该还不会死掉 那我休息一晚看看 结果 所以我就喝水 然后第二天好好休息 第二天醒来觉得 好像没有要死掉的感觉 好像可以继续逛 我跟你讲 我同仁就好笑了 我这样至少 往后第二天 我后来不要逛那么多地方 就改采百货公司行程 尽量有那个催这样子 对 我同仁最好笑 他只是一个周末 遇见好朋友久久没有打球 就现在不宇球热 去打 我跟你讲 他跟我请假说 孙姐我想请假 我说怎么 他说我觉得脚很痛不舒服 后来我去医院 后来医生帮我检查 他说我恒文基重结 打一场球就能解 打一个下午 一整个下午 他在户外打 而且他从头 他已经很多年没打了 所以 所以第一个 我不晓得 也要是连夏天 恒文基龙姐 夏天真的比较容易吗 走成那个样 或是大热天下午打一场球 就有可能会变这样吗 是 在比较闷热的环境 就是湿度高 温度又高的环境之下 你的运动量大 或是你做的运动强度高 你要小心 你最好不要超过三四十分钟 你中间就要休息 緩和一下 如果你持续的运动 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那肌肉破坏的这个速度增加 就会造成这个很多破坏的物质 就累积在体内 没有办法顺畅地排出来 那这个就是恒文基溶解症 那个微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大量补充水分 而且一定要休息了 不能再过度的使用肌肉 身体的大部分的肌肉 尤其是骨骼肌 在你运动的大腿 腰背 这些大片的肌肉 它一旦产生大量的溶解的时候 那个破坏力是很强的 尤其是对肾脏 对一些心脏或是血管 而且我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 她是一个女生 她很喜欢去做热瑜伽 热瑜伽 所以她听起来好像很不费力 很简单又容易流汗什么 可是她做完热瑜伽以后 她也没有积极地补充水分 她又到户外去参加户外活动 等到她傍晚的时候 她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手脚无力 然后发现 脚小腿的地方 怎么出现多块的淤青 她说我没有撞到 就跑来门诊 我说那你先验个小便 小便一看里面 真的是有红血球的部分 我说你这个要小心你的肌肉破坏 甚至已经造成血管破裂 那个血液都跑到皮下变瘀青了 我说这两天千万不要随便外出 也不要再去做热瑜伽 你的运动量就是日常生活的走路就好 不要再去训练自己 所以后来她稳定下来以后 她才晓得说热瑜伽也是有风险的 原来瘀青不见得只是撞到才会瘀青 对 连您刚刚讲的像那些 如果造成她内部肌肉 对 软主织破坏 血液渗漏到皮下 就会形成瘀青 您刚刚提到 包括热衰竭到热中暑 这些 所有这些 刚刚几位来宾提到的 或是我们看到一些案例 一开始都会有点想吐或什么 所以可不可以告诉观众朋友 如果当你身体征兆 出现什么样一些反应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开始注意 自己其实已经开始有 从热衰竭到热中暑这些 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 可以辨明的征兆 当你如果说是 热衰竭发生的机会比较高 到热中暑就是比较急症 热衰竭一般来讲 就是你的水分 从排汗这个过程中间 就不断地流失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衣服或身体 会呈生一个潮湿的状况 然后你的手脚是 因为散热出来体温会下降 会手脚冰冷 冷色苍白 这个时候你的体内的水量是低的 所以你可能在脱水状况之下 不管程度多少 你可能会第一个觉得疲倦 第二个是头晕头痛 第三个可能心跳会增加 或者是腰背痠痛 搭配了肌肉缺乏水分的时候 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 你就要休息 就要找阴凉的地方 避免再接受辐射照射 日光的这个热度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身体开始闷热 觉得呼吸不顺畅 或者是觉得体温开始 像发烧那种感觉 那就要特别小心 那已经是你的体温调节出了问题 这不是感染引起的发烧 就是这个热中暑的前兆 你的体温调节中暑 在大脑内 它已经失调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的 甚至要先请家人联络送医 因为在医疗系统里面 这个热中暑是致命性很强的 它虽然不会立刻像休克那样 造成你昏倒 但是它后续产生的身体破坏 是很难挽救的 OK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 可能一些征兆 你要特别注意以外 要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我们接下来列了几个 你可能会产生一些迷思 这样子也会中暑 第一个 熬夜看奥运追剧 会比较容易中暑 我在屋里面熬夜看奥运 我追剧 中暑不是应该太阳高高挂天上吗 老师不是应该这样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你经过一个熬夜 你身体的自律神经也好 你脑部的体温调节中速也好 都是处于一个衰弱 或者失能的状况 你再出去一个高热的环境 人家不会中你就会中 OK 所以那时候身体如果 身体是属于衰弱的 调节机能不好的 你没办法承受这个高热的压力 如果你平常可能 晒三个小时才中暑 你这时候可能一个小时就中 你身体变差了 OK 你说那天收视率真的 让我回想到当年看棒球的时候 因为那天我不敢看 你羊配金牌我代赛 所以我就只好 就想说我等重播再看 然后我就正在打稿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 哇 我跟我男友说他赢了 因为整个那个 周遭的半夜 半夜那个突然邻居都尖叫 你就知道赢了 所以就知道 对谢谢 我这相忍畏国 谢谢大家 然后你就知道说 大家真的熬夜 不过像这种奥运 可能这么多年才一次 像我朋友他封的是足球 你知道吗 足球最火红大概就欧洲 所以每次欧洲的足球 他就算没有联赛 没有世界杯的比赛 也有联赛干嘛 他天天都有联赛的感觉 他以前也不相信 通常有一次他是这样子 就是他前一天熬完夜 然后第二天刚刚好就是 第二天必须在外面办事情 然后他说 其实一样的路程 没有走很远 就十几分钟的路 结果他回办公室的时候 我就觉得整个怎么头晕目眩 然后那个汗就是流那种 虚汗 那种汗他不会形容 就是你很不舒服那种汗 结果他后来觉得 整个人就不舒服 人到下班就去看中医 中医他跟他说 你这个叫做什么 他说你这个叫 湿热欲结 他说 他说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 我才走那么一段软路 我以前也走过 没有问题 他说其实有可能 是因为你前一天太累 因为你累的时候 你就像尤其是特别有讲 你自律神经对不好 他说你不信对不对 帮他刮沙 真的轻轻一刮 就是一整片 就一整片都是 OK 这我可以证明 因为那个 我刚好不是说 我去看足球赛吗 对 然后因为我买到的场子 是晚上九点 那足球其实他要打 上半场跟下半场 那我们看完以后 就大概已经十点多 而且因为那一天 那个法国第二分被回收 几乎现场都快要暴动 对 然后结束的时候 因为也晚了 又要搭地铁回去 然后回去再洗完澡 我记得上床的时间 大概是一点半钟左右 然后隔天就是不过都很热 就三十几度 那因为我要开车 我隔天那精神超差的 那个车子我一路都不想开 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没睡 又觉得那个一晒 补什么水都觉得不够 就是一般的温 就会一直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 已经像刚刚讲 你的身体本来就已经 比较虚弱一些 所以功能各方面都已经 就一直想喝冰水 一直想喝冰水 OK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讲到 尤其我们会特别提醒年轻人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平常讲 觉得年轻就是本钱嘛 然后跟我聊这些都是老人家 好不好 你们老人家身体 就自己注意一下 我们年轻人 那底子就是好 好不好 所以都不在乎你说熬夜 或什么 但是真的 就算年轻人 因为最近有太多的一些 不管说心肌梗塞 或其他一些案例 都是年轻人 所以大家每次都要提醒 对 Tek 我正在跟你讲话 你是在里面 唯一我们要讲 最年轻的 所以 年轻人是不是 包括第一个熬夜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 出国去 那一天24小时 应该当48小时用才对啊 这是事实 而且 我这一次其实 因为我刚从长滩岛回来 长滩岛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沙滩很美 然后气氛很好 当然 但是这一次我去回来的给我感觉就是 都是救护车的声音 是喔 我这一次去呢 因为他们现在很特别的是 他们的市长现在在那个沙滩上 是不能有任何的所谓的遮阳伞 也不能有任何所谓的摊贩 沙滩不能有遮阳伞 对 是不行的 因为他们要环保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 要把修复他们的沙滩 因为老了很多年 那你知道 老外就特别喜欢晒太阳 所以呢 在没有太阳伞的一个遮蔽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们在那里晒 就会晒一天 晒到后来就是救护车载走 因为他们都已经晒到 不知道到底是醒的还是活的 每天 我去五天 我就是五天都是听到这个救护车 所以你问我说 长滩岛好不好玩 就是救护车的声音一堆 难怪你一直唱救护车 对 跟救护车就特别的有缘 对 那这一次因为长滩岛 我们还是会玩一些水上游戏 所以我们那一天的行程 是一样有玩水上游戏 他就开一艘船 把你载到大海中央 然后呢 就开始有溜滑梯 有那个气垫 然后有那个香蕉船 你就可以开始免费的使用这个 船上的所有的设施 那这个船就停在这个大海中间 你就开始自己玩 那你也可以浮潜 你也可以下去游泳之类的 好 我们那一艘船上面呢 因为我们的团员 大概只有二十几个 那一艘船可以做五十个 所以我们还有跟另外一个团 并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团里面 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弟 大概二十几岁 哇 他就是身材又很好嘛 腹肌 胸肌 什么都有 看起来就很健壮这样 他就玩了很多水上活动 然后每一项他都是玩得很开心这样子 结束的时候 那个导游就来推销 那个下午要玩拖曳傘 有没有人要玩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刚刚在那个三个小时的 那个水上活动 其实都已经很疲惫了 所以没有人愿意要去玩那个拖曳傘 只有那个弟弟 那个弟弟那时候就觉得都来了 所以他就跟他妈妈吵着说 他一定要去玩 他妈妈就看着他 他其实已经晒到整身都是红的了 妈妈说你体力OK吗 他就说我可以啦 没有问题的 OK的这样 好 那妈妈就帮他报名了 可是我当时看他的脸色 其实已经是呈现一个很苍白的一个颜色 我就说你还OK吗 他说其实他刚刚是有一点不太舒服 可是他不敢讲 因为他妈妈已经把那个钱付了 他觉得如果他妈妈付的这个钱 后来他又说他不舒服不做的话 他会被骂 所以他想说把他做完好了 OK 他就这样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大概过了五分钟吧 那个团员就说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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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收那个伞 然后当时所有人就往那个拖曳 因为他10层楼高 其实离我们那个船很远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人都是这样小小一个 然后他开始收收收收收收 静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那个人是呈现 那个弟弟呈现 倒油 因为我们本来是这样坐着拉出去 他已经是昏倒了 昏迷这样子 昏迷了 所以他已经整个人是呈现这样子的状态 那拉回来之后 船员比我们还紧张 因为他们如果出事情 他们整艘船的人都会被罚 所以他们吓死了 他们赶快用那个对讲机 赶快抠那个岸边的救护车 然后又派了一趟 第一艘什么救护快艇 然后又把他拉下来之后 因为弟弟已经呈现是一个昏迷的状态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联络他爸妈 那我跟他是在第一艘船上的团员 那只能我去照顾他 然后他们那些其他的船员 就开始帮他做一些CPR 灌水 叫他 但是当时他已经是完全 呈现一个昏迷的状态 我就跟他妈妈讲说 弟弟出状况了这样 他说他知道 因为刚刚有那个导游马上通知他 他现在要去医院 然后我们那个快 我们那个那艘船 也开始把妈妈载到那个岸边 那全部都下来之后 妈妈当然就很急的就走了 我们也没多问什么 隔天我们就问导游说 小朋友还好吗 他说已经回台湾了 然后我就说 那回台湾是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说在长滩岛当地的医院 是没办法救治的 所以他是坐了那个紧急的飞机 就赶快先飞回台湾 那后续状况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不得而知 只是说在当下的那个状况 就是弟弟他就很逞强 他如果当下跟他妈妈说 他已经呈现一个不舒服的状态 其实他不做就没事了 姚医师是在海边或沙滩 玩这些水上设施 是更容易中暑吗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 我都在泡在水里了 我怎么可能会中暑或什么 可是其实听到很多案例都是这样 尤其像刚刚Tag Tag讲的我们也不懂 尤其欧美人士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跟烤肉一样 然后大家把自己排占的话 我们都觉得那样赛肯定中暑的 对 但他们大家为什么都不觉得会那样 尤其像Tag講的 那个孩子的状况 应该很严重了吧 如果这样的话 一般人如果看到有人旁边 是变成这样 我们一般人能做什么 当然是紧急送医是优先 你现场要判断你需不需要帮他做CPR 如果CPR能做 当然先早开始就帮他CPR 然后就等救护资源来把他送医 这个个案我才判断可能就是 他一开始就有脱水的状况 或是他体力不好 体力不好可能他当天没有吃早餐 或是前一天晚上劳累没有睡好 太兴奋了 这种情况你再去做这种高压力的活动 其实你忽略到了一个你在海岸边 你要考虑当时的即使是傍晚4 5点 它还是有辐射热 它的那个阳光照射的辐射热 在海水会反射出来 所以那个热度还是很高的 所以你在那种环境之下 你不要以为是3点过后就OK的 那个环境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如果是在有阳光照射的海滩的环境 你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要压得更短 那你要避免中暑就是要有充足的体力 你前一天要睡好 早餐要吃 然后随时要补充水分 能有遮蔽的话 你尽量在3 40分钟 照射的这个没有遮蔽环境之下 你就要找阴凉的地方遮蔽一下 这样才会避免到中暑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刚才有讲 会不会流汗或什么也是判断 可是因为你在水里 长期在玩水 你大概根本没办法判断 因为你就在水里面 根本不会感觉上有没有汗 所以那会是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地方 对 其实你在游泳池里 或是在水里面 你的毛细孔是认为说不需要排汗 它不需要排汗的情况之下 毛细孔是收缩的 即使是你认为说 这旁边都是水 我是泡在水里 事实上你的细胞还是很渴 你的细胞还是缺水 水没有浸到你的细胞 所以事实上你的补充水分 这个工作还是要做好 所以要认为说你在水中就是不缺水 就不缺水 蘇青还有人会以为是鬼门开 真的 因为你也是知道台湾民众 有时候就是会联想 就像我上次有没有 我骑脚踏车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也觉得 旁边有怪妙 我应该是怎么了 对不对 那我的朋友也是 我的朋友 他平常就有游泳的习惯 那本来他都是在那种 运动中心的室内游泳池 然后他固定就是 他是一个很规律的人 大概下午三点半 他就游一游完回家 刚好洗洗洗个澡 准备吃饭干嘛 都没问题 可是他最讨厌暑假 因为暑假的时候 小朋友就会都来了 那你知道吗 他是形容那整个游泳池 就像下水饺 因为 而且你也不知道 他们在游泳池里干嘛 所以他每次到暑假的时候 他就觉得好烦 那有一天他真的受不了 你知道吗 他想说算了 因为大家都想要游户内 然后室外游泳池都没有人游 因为他们都觉得会晒 他想说也还好 反正室内室外没差什么 没人游他去游好了 就因为他游完那一趟之后 我就觉得整个人头很痛 然后很不舒服 他心里大惊 今天8月4号 没有 今天鬼门开 鬼门开 这样会不会是耍到 还怎么样 那就是刚好就先去公庙 公庙也真的煞有其事 刚才说你耍到 你今年啊 你知道今年 手压手什么 有时会刷到 然后后来反正就弄一弄回去 我就觉得奇怪 都已经出去解了 怎么还是这么不舒服 因为他回家还是觉得不舒服 跟他太太说 我觉得很不舒服 头痛 然后整个有点点就是想吐累累的 他老婆听一听就说 我看你今天就是中刷 是吗 你比那个师父更厉害 他说不幸我们来刮刮看 一刮刷之后 他整个人就舒服多 他真的是中刷 所以他不要先联想是人家 人家不一定是人家想对你做什么 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 对 而且这顺序可不可以倒过来 就先去医院 先去医院以后 如果医院弄完 你还是觉得不舒服 你可能再去公庙 找师傅 因为大家在7月这个月的 顺序会有点不一样 会直觉感觉到 会是这样 OK 那刚才那个是告诉大家讲说 对 千万不要熬夜 做这样一些事好不好 因为身体状况如果不好 真的容易中暑 来下一个 灌冰水 冲冷水澡 容易中风暴血管 老师不是吗 这个答案不见得有这么的相关性 灌冰水就是你肠胃觉得说很凉爽 但是你的脑血管 并没有因为这个温度瞬间下降 而产生爆裂的问题 那真正会造成这个脑血管 一紧一松 一紧一松 就是说你在温差大的环境进出 比如说温差超过10度 外面很热 外面36度 你进来冷气是23度 那这个超过10度的这样的温差 你进来觉得有点冷 我要加件衣服 那个就是你已经感受到温差很大 那这种情况之下 比较容易抱血管 或是血管容易紧缩 所以这种状况 比你灌冰水还要来的危险 对 就是冷热进入 处于冷热交替 温差大的环境进出的时候 反而比你直接喝冰水的危险性 还要高 因为直接喝冰水最多是 肠胃组织感受到冰凉 但是血液跟这个脑血管的部分 还没有那么快 那么快的紧缩起来 所以产生中风的机会 不是那么高 OK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我怎么跟别人说 你大热天 不要灌冰水灌成这样 因为平常都是拿这个来恐吓说 你这样灌下去的话 万一要是那个什么中风 或什么 好啦 但是姚医师刚刚讲说 没有这么直接 但不代表没有 好不好 所以还是要注意 尽量少 毕竟肠胃不舒服 或各方面也可能造成这个样 可是平常讲 因为 以后 你告诉我 如果带桃圆出去 天气热 哪一个人不跟你灌冰的 尤其有很多人很奇怪 他一定要喝饮料 他不要喝水 他就要喝饮料 这种人一定很多 非常多 很多人 他就是要喝有味道的东西 有味道的水 所以我们在出国的时候 很常碰到天气非常热 尤其就是温度很高 然后像比如去泰国 泰国的泰奶又很有名 然后就会有团圆 每天都是喝两杯三杯 温度很高的时候 然后晚上又喝啤酒 然后有时候又连 那个红酒白酒 什么酒都来一轮这样子 然后就会搞不清楚 他到底不舒服 是呕吐晕穴 到底是因为 腸胃还是中暑 但是呢 就是那个水分的补充 都是不够的 因为那个甜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其实在东南亚国家 就很容易发生客人 这样一整天 那个冰水喝下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送医院去看 就是去诊所啊 又是检查 觉得那个热中暑啊 还是热感冒啊 还是发烧的情况啊 还是呕吐的情况 痛痛都会发生 OK 那姚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喝 喝手摇饮 OK 我们快变手摇饮王格 然后还有一些人士 我有一些朋友 在运动的过程 他就这么天气 他就喜欢喝个冰啤酒 但这些虽然我们也知道 再怎么样 手摇饮酒啤酒 它不是水 可是你看他讲这个没有 他就跟你讲 我就是喝了一堆啊 我就是喝了这么多水 而且我也去上厕所啊 酒精本来就是利尿的一个作用 那你的水分 如果在体内本来就已经不够了 你再经由酒精的利尿 相对的你更容易脱水 你喝的不是纯水 你喝的是属于酒精或其他的饮料 第一个他有热量 第二个他本身有一些效应 可能会造成肝肾的负担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如果把水分带出来更多 你体内相对就更缺水 所以事实上不要认为说 饮料跟酒精可以代替开水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那我们其实对抗这些 不管是恒文基溶解症 或者是中暑衰竭啦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遮蔽嘛 你不要直接被辐射热造到 第二个就是你要补水 注意是水 不是补饮料 OK 水跟饮料是不同的 你相对来讲 饮料本身会有其他的负担 比如说有一个个案 他就是每天都很喜欢喝可乐 他喝到2000cc 2000cc 他就是可乐不离手 他没有在喝水的啦 他就是这个个案很奇怪 有一个个案 他就是每天都很喜欢喝可乐 他喝到2000cc 2000cc 他就是可乐不离手 他没有在喝水的啦 他就是 这个个案很奇怪 他来的时候是告诉我说 医生啊 我最近怎么肠胃炎拉肚子 然后我说奇怪了 你有吃什么 他说我就是喝饮料而已啊 我三餐也正常吃啊 我说那你喝水呢 我很少喝水 我说那你小便什么颜色的 非常黄非常浓的颜色 我说好 那你就验个血验个尿 就发现他血糖三四百 可怕 他说我喝的都是那个低糖的饮料 我说再怎么低糖 他毕竟是饮料 就是有热量 他每天超过2000cc的饮料 代替水分 结果他这样子执行了大概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不良的饮食习惯 他就变成急性血糖发作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警告他说 你这一次的腹泻 是因为你血糖过高 造成肠胃神经引起了一个 代谢性的腹泻 那你要处理 不是吃止泻药 而是要把你的这个血糖 先控制下来 就是把饮料 这个坏习惯要节制 那我们一天到底多少饮料 算是安全的 其实最好是不要超过 500cc的饮料 那你如果一天 超过1000cc以上饮料 你的肝肾是额外的负担 你相对喝水的机会就少 老师 你刚刚那段话 跟Tag講 直接跟他说 你一天 那个饮料或手摇饮或饮料那些 超过1000cc的话就不太妙了 我在台湾其实真的是比较少喝 但是我如果出国 狂喝 狂喝 因为都想说都来了 就不喝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 你看像我去长潭岛的时候 我一天大概有5杯的芒果冰沙 一天 2000以上的 OK 就是要把扣打哺回来就对了 对 真的提醒大家 像这些 你是不是不要觉得 它可以代替水好不好 但是最后一个可能出现的迷思 来 室内中暑几率远比户外低 Tag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户外会比较容易 对啊 户外比较容易嘛 就室内应该是比户外低 宜芳应该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是不是 淑青不要问他 因为他是医药 不要问他 问他不公平 以后是不对吗 室内中暑几率比户外低 但是那个是温差的问题啊 对 就我刚刚讲那个热到冷之间 那个温差 如果你长期那个 或是频繁的在冷热之间 那可能会造成 您刚刚讲那个几率更高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 部分正确部分否定 因为你要看是什么样的室内 跟什么样的室外环境 什么样室内 比如说你的室内环境 就是冷气空调一直开的 都没有外面空气流通 就是内循环悶的空气 那这种空气 基本上你的身体是不排汗的 不排汗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小心 你没有补充水分 你可能就容易中暑 我待在屋里也会啊 对 这叫冷气间的中暑神态 那户外如果说是一个 非高热的环境 比如说是黄昏以后 你在户外怎么可能中暑 所以你这个命题本身 你的室内环境 跟户外环境 要是同温度同湿度的状况之下 来比的话 我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讲说在室内不会中暑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我在室内 我单纯待在室内怎么会中暑 这样是不对的 你待在室内会出现 你刚刚说冷气间的那种中暑 对 像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他就是第二天早上被家属送来说 这个老人家好像突然灰起来 神智不清混乱 乱讲话 乱骂人 然后脾气暴躁 一早起来跟昨天判若两人 我说那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他昨天晚上开冷气睡觉 早上起来就整个发脾气 整个人就狂躁起来 我说他开几度的冷气 他说好像开23度 23度 我说那他平常白天有在喝水 他说很少 就一两血压是低的 那表示说他体内是缺水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能就已经造成这个 脑细胞神经功能的这个混乱 所以开冷气并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你的温度 还有你的水分的补充 要同时进行 不要说让自己处于一个 所谓的不排汗的状况 可是姚醫师你刚刚那样讲 因为现在天气热成这样 你晚上开不开冷气 我刚刚好要讲说 姚醫师你不要再这样讲 因为我很担心很多长辈 本来就生质你知道吗 说你看姚醫师说开冷气 26度 25 27度 不是23度 一直开 他就不开了 他就不开 可是不开对于老人家 也是一种风险 因为现在已经热到30级 你们家如果是 又是一个流通不良的地方 像有时候有一些长者 他还是习惯要自己开火做饭 那个厨房的温度高到吓死人 四度也高到吓死人 所以医生跟我说 他们其实每年都会收到 几个这样的长者 是他的子女回家 发现长者昏倒 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 发现一摸皮肤是烫的 甚至送到医院 那个温度都是40度以上的 就说他就是中暑了 所以最好的情况 应该是冷气温度 设定在26到27度 然后再加上一个角落 这个循环型的电扇 让空气有在循环流通的感觉 OK 所以姚醫师刚刚的话 要听完整 OK 不是告诉你说 开冷气睡 妈妈就跟你说 免费 OK 好 那夏天真的 尤其在最近来讲 因为毕竟现在跟以前 真的不太一样 现在真的比以前热很多 所以呢 你要注意 尤其在户外的时候 不管是要注意 不要直接晒 尤其讲10点到3点的时间 然后 要补充水分 补充电解值 就算在室内 室外之间 这恐怕风险性更高 大家都要随时注意 要解 就算出国完吧 那不要想一次回本 好不好 那该注意的 尤其健康的问题 这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正正有词 我们下期见 拜拜